我在一家英国私人商务航空公司担任空乘人员,这是从周二开始的,给乘客播放完航空安全指南后,我开始准备着饮料,就在那个时候,我听到了这个声音,它温柔而柔软,就像一个婴儿的声音,我问了我的同事爱丽丝,是不是有人趁我没看到的时候,把他们的孩子带到了头等舱,嗯,我觉得不太可能,是不是听错了? 那天晚些时候,我又听到了婴儿的哭声,我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环顾四周,但我没有看到飞机上有婴儿,这一次是哀嚎,是我听过的最凄厉的哭声,布鲁斯,你听到了吗? 我抓住我身边空井的手臂,问他,他摘下耳机,皱起眉头,抱歉,我刚才在听歌,你说什么来着? 我听到婴儿的声音,他停下来,摇了摇头,为什么只有你听到,或许有个婴儿发烧了,在哭泣? 这并不好笑,你知道我丈夫和我已经尝试了一段时间了,我告诉他,抱歉,我皱起眉头,倒在座位上,想弄清楚是否把家庭生活挫折带到了工作中,也许我离开的时间太长了,我一边想,一边努力专注于自己的工作,下次发生这种情况时,我决定冷静下来。 并调查清楚,我检查了飞机的每个部分,慢慢地停下来看看,我是否真的错过了一位乘客,但事实并没有,和往常一样,这是一次商务飞行,我心想,为什么会有人带孩子上飞机? 我又听到了那个声音,我去找头等舱的主管,告诉他,我这次飞行结束后,我需要休息一段时间,我理解你,你最近因为流产的事情遭受了一些创伤,其实你可以早点申请的。 他回答道,当我再次听到声音时,我感谢他,并开始走向过道,这次声音更大,更持久,我四处张望,试图找到哭声的来源,然后开始跟着这个声音,走向商务舱座位上方的行李隔间。 坐在那里的人奇怪地看着我,但我并不在乎,我需要知道事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 我开始打开这些放行李的隔间,那里新生儿的声音变得更大,感觉他现在就在我耳边尖叫,其他人正在看他们的设备或睡着了,没有人注意我。 我不停地从一个行李隔间,走到另一个行李隔间,匆匆把东西扔到一边,试图找到声音的来源。 我后来开始呼唤婴儿,希望他能回应我。 主管从后面来把我拉开,嘴里嘀咕着,你在搞什么,还不回去工作。 但后来我意识到,其实他也听到了,我甩开他,走到放行李的飞机后部,这里婴儿的哭声一直持续着,我知道他被困在里面的某个地方了。 我的主管跟着我,让我搜索第一个区域,他叫其他在场的人协助我们。 我抓住其中一扇橱柜门,把它打开,里面一片漆黑。 我打开手机手电筒照亮行李,哭声越来越大,然后在黑暗中,我看到一个婴儿在那里爬,朝着我过来。 我轻轻地笑了笑,眼泪在眼睛里打滚,我伸手去抱婴儿,突然感到手臂一阵剧痛。 在我身后,我的主管拿着注射器抵在我的皮肤上,没过多久我就混了过去,当我醒来时,我又回到了飞机的前部。 我的主管让我去见护士,那个宝宝呢,发生了什么? 他看着我,好像我疯了一样,但我知道我听到了什么,我也记得我们看到了什么。 想起他之前的所作所为,我不敢再问他了,他到底在隐瞒什么? 我去找护士爱丽丝,告诉他我只是觉得累了,主管说你听到了点什么声音。 他问,我对他撒谎了,我声称我什么也没听到。 嗯,他说你在闹事,被迫给你打了镇静剂,我认为下飞机之后呢,你需要休息一下了。 爱丽丝告诉我,我点了点头,然后又去布鲁斯身边坐下,但我一刻都没有放松警惕,因为我确信那个孩子有危险。 你还好吧? 布鲁斯问道,我不确定我是否可以信任他,但我还是告诉了他。 我一开始以为他会取笑我,但他相信我,并解开安全带说,带我去哪个地方。 我们匆匆地走在后面,我瞥见了爱丽丝用奇怪的眼神看了我一眼,我知道他会跟过来。 当我们站在那里安静地听着是否有声音时,他的眼睛搜索着每一个行李。 你确定在这里吗? 我把行李带推到一边,走到我之前找到婴儿的地方,但是什么也没有。 他一定是用了什么方法,让那个宝宝安静下来了,我们要从这所有的行李里面找出来。 我用沙哑的声音说道,我感觉自己快疯了。 布鲁斯,我认为我们这样做会侵犯这些乘客的隐私。 爱丽丝走进货仓室说道,你对孩子做了什么? 我吝声说道,但他却笑着看着布鲁斯,然后对我说,我认为你的情绪有点不稳定,你的精神状态太差了,布鲁斯,快把他抓起来。 布鲁斯犹豫着,准备把手放在他的态色枪上,但我不确定他会对准我还是爱丽丝。 布鲁斯,你必须相信我,他这是在绑架这个孩子。 如果你不冷静下来,我就让布鲁斯制服你。 然后,当他伸手去抓我的手腕时,我又听到了宝宝的哭声,我大声喊道,在那儿,就在那儿。 爱丽丝眼中闪过一丝惊恐,你疯了,布鲁斯,拘留他,住口。 布鲁斯拿着泰色枪,对着他的脸大喊,我们都安静下来了,我屏住呼吸,然后听到宝宝又哭了。 天哪,这里面还真的有一个宝宝。 布鲁斯的眼睛都瞪大了,爱丽丝趁他走神的时候,猛地扑了过来,我连忙抓起一个沉甸甸的袋子, 往他身上一甩,然后扶布鲁斯起来,泰色枪滚过地板,爱丽丝抓住他,向我扑来。 我立马把几个行李袋推到他身上,布鲁斯将他压倒在地时,他在痛苦地尖叫着, 告诉我们宝宝在哪里,布鲁斯喊道,爱丽丝告诉了我们标签号,我们匆匆穿过行李走向哭声。 宝宝被放在一个宠物包里,我连忙拉开拉链,把宝宝抱在怀里,确认一下是否没事。 宝宝没事,看起来很害怕,但是一切都好。 布鲁斯用手铐靠住爱丽丝,把他带到前面。 大约一个小时后我们降落了,并对孩子进行了全面检查,宝宝逐渐好起来了,我们都松了一口气。 后来调查发现,这个孩子并不是爱丽丝的第一位受害者,这个孩子来自东南亚地区, 爱丽丝在欧洲各地的走资团伙中出售这些孩子,这种做法真的让我咬牙切齿。 在我下一次飞行前,我一直陪着这个婴儿,然后我打电话给我丈夫,把这件疯狂的事情告诉了他,这是我听过的最可怕的事情。 他说道,我带着一丝紧张的情绪,问了丈夫一个问题,我们已经尝试过拥有自己的孩子,也许我们可以考虑收养一个,希望我们能从同样的命运中拯救更多的其他儿童。 飞机上有个男人给我一签,要求我跟他说两句话。 我父母当时离婚了,平时我就住在澳大利亚,但是一有空就会回英国看望我父亲,他的家人和我的大家庭。 这个故事就是在其中一次回去时发生的。 那时我13岁,由于时间上的安排,我没有兄弟姐妹的陪同。 幸运的是,大多数航空公司和机场都有给无人陪同的未成年人提供出行协助,包括身份识别,在机场内全程陪同,协助办理登机手续并优先登机。 我是第一个登机的,陪同人员跟我道别,然后把我托付给了空城人员,目前为止一切顺利。 飞行的头几个小时里没发生什么大事,但我还是有点不安,我总感觉有人在看我,但每次环顾四周,我都找不到事件的来源。 我当时认为一个人坐飞机有些紧张,所以打算看看电影,让自己冷静下来。 接下来发生了一件事,我去上厕所,发现有件事引起了我的注意。 在我后面大约四排,中间过道的座位上,有个男人在盯着我看,他看得肆无忌惮。 出于害羞,我低下头错开视线并无视他。 从他旁边走过时,我感觉他好像在示意我看他,似乎是想问我个问题。 我不打算理他,假装没看到他向我打手势。 我母亲一直很有安全意识,受到她的影响,我对陌生人总是比较警惕。 他强调过独自旅行的时候,除了陪同人员,我不用回答其他大人的任何问题。 他还说,如果有人想跟我说话或是让我帮忙,我有权无视他们,或是告诉机场的工作人员,所以我当时就是这么做的。 我从他旁边走过去上厕所,然后低着头,走回了自己的座位。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再试图引起我的注意,因为我有点害怕,不敢回头看他。 我只知道,那种怪异的,被盯着看的感觉在飞行过程中从未消失。 在睡觉时间,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了。 有过长途的国际飞行经验的朋友都知道,睡觉时间就是在飞机上模拟夜间环境,好让人们入睡。 所以这段时间没有售卖商品推车,只有灰暗的灯光。 而且飞机上所有的屏幕都关闭了。 我当时很累,缺觉,应该试着休息一下。 但我觉得很不舒服,只想用看电影来消磨时间。 这是他过来了,他把一只手放在我的肩膀上捏了捏,然后说了些什么。 我戴着耳机,所以没听见。 他把手拿开,虽然很累,但还是转过来高度集中注意力。 你说什么?你能跟我到飞机后面去吗?拜托了。 我是做错什么了吗? 不是,我只是想让你跟我到飞机后面去。 我回头看了看帘子后面的飞机尾部,那里很黑,唯一的一间厕所是空的。 你想要钱的话,我可以给你一千。 我只是想在飞机后面跟你说两句话,很快的。 我完全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。 现在回想起来,我当时觉得很恼火,不怎么害怕危险,更多是生气,因为被打扰到了,然后要去干别的事情。 因为当时太累了,我没想到自己可能会陷入危险,觉得这个人只是想跟我讲点什么事情。 也许他当时再怂恿我一下,我就同意了。 倾心的是,他没有坚持这么做。 我后面的一个人拉下眼罩。 我后来意识到,他留心听了我们的整个对话。 从座位之间的缝隙探过来说。 他不感兴趣,你立刻回到自己的座位去,否则我就叫乘务员过来了。 我从未见到过有人动作那么快。 他收起钱包,急忙跑回了自己的座位。 他戴上眼罩转过身,我们这样就看不到他的脸了。 他把注意力转到我身上说,如果他再回来,你就把我叫醒,或是叫乘务员。 如果你要上厕所的话,用飞机中间的那一个,那边亮一点。 他说着用另一只手拍了拍我的肩膀。 我说了声谢谢。 他靠回座位上,但没有把眼罩戴上,而是朝那个男人的方向看了看。 在飞机的最后几个小时里,我紧张不安的情绪得到了缓解,也不觉得有人在看我了。 那个女人,她是带着两个孩子出行,一直跟我搭话,问我要去哪里,谁来机场接我等等。 得知家人会来航站楼接我,她脸色变好了,还主动提出陪我去取行李。 我们降落,下了飞机,看到抵达大厅的父亲之后,我向他挥手告别,说了声谢谢,然后就离开了。 至于那个男的,我不知道他怎么样了。 这件事很奇怪又很短暂,我应该很快就会忘记。 不过现在回想起来,我对他的意图有点后怕,我有一些推测。 庆幸的是,我现在安全了。 至于那个救了我的女人,你是我的英雄,感谢你对我的照顾。